好 最先前這個英國首相特拉斯 他是要減稅來救經濟 其實馮總監 我們上次的節目就已經聊到 這是個錯誤政策 那麼現在果然證明是這樣 而且我們預先宣告了 這個特拉斯內閣 可能做不久 果然真的做不久 那當然來講這個特拉斯 舉債減稅這件事情 造成非常大的一個非議 第一個他先把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他的內閣大臣 財政垮層 打開來給這個解僱走人 38天就被開除 那上一次那個 還是因為心肌梗塞 所以真的是非常可憐一件事情 那當然工黨逮到機會怎麼做 先約於這個執政黨 這就是兩個這個工黨 他們所謂的一個廣告 第一個 可不可以把這兩個小丑給送走 一個是誰 首相特拉斯 一個是新的財政首長 航特 就是先做這樣的一個 第二個他說 這兩個笨蛋 摧毀了英國的一個經濟 話都講得很重 那這個會造成什麼結果 我們又怎麼樣可以預言說 特拉斯的首相 可能位置做不久 第一個我們看民調來看 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的話 那我們看現在的執政黨保守黨 支持率子剩下多少 百分之二十二 那麼這所謂工黨的部分有百分之五十二 很明顯的落差 非常懸殊 萬一這個選舉的話 那還得了 那下一次正常就是說 工黨跟保守黨 他們要正面對決的時間 應該是2024 那這個時間點一到的話 如果說這個保守黨 不趕快把他們聲勢拉起來的話 可能對他們未來的黨魁 甚至於首相之路就會很不利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把各個首相 他們的一個現在的一個 民調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說 Boris Johnson 他已經下台 因為他的這個 好像民調也不是很好 可是你看特拉斯更低 對 反而是這個工黨的一個領袖 這個Kir Stemmer的部分 相對來講 還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會發現到 為什麼現在執政的保守黨 非常積極想要逼供 就是因為說 未來真的對於英國的選舉 這個保守黨的部分 可能來講 他們又有一個不利的 一個選舉的一個結果 當然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在這邊 就是說為什麼 我們會一再強調 英國的經濟 可能會陷入這個 所謂失落的10年 而且對全球經濟 有很大的影響 是因為第一個 我們看到一個 就是英國的一個常債 不管在10年 或30年那個常債的話 出現一個飆升 他飆升的結果 因為債券的價格 跟殖利率是反向的 代表英國的國債 現在是出現重挫的 我們以台灣的這些金融業來講 我們對英國的破險有多少 有1.5兆來得這麼多 所以萬一這個英國的經濟 出現問題的話 可能來講 對於我們的金融業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就會看整個英鎊的部分 雖然說整個來講 英國的央行也在升息 但是我們看到英鎊的狀況 就是直直落 那現在來講 就是很逼近 所謂的跟美元平價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後續要緊盯著 英國的一個政經的發展 來注意他後續 有沒有可能產生相關的風險 好 我們稍後回來關注的是 北約成員國還有俄羅斯 都在今天舉行了核演習 這是代表什麼意義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